SIMS Delivery Express 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有最新的SDX SIMS Delivery Express 也就是模擬市民快遞包來了 那這個所謂的模擬市民快遞包 是什麼東西? 它是小規模的免費更新包 它的好處是會在背景自動下載 那要怎麼下載呢? 只要從選項開啟就可以了 你看遊戲選項 有個模擬市民快遞分頁 那可以直接勾選自動下載 它就自動下載 那等到它下載好之後 會跳出個視窗 問出要不要重新啟動 因為要重新啟動才能夠套用這個新的快遞包內容 好,那所以這次的快遞包更新了這款髮型 這個是一個馬尾,捲髮馬尾 這感覺還蠻有看的 我喜歡它那個髮際線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不同顏色的感覺 黑色,然後咖啡色,還有橘色,黃色,跟一些彩色之類的 這個好像是我們第一波的快遞包吧 對吧 之後應該會有很多次啦 這個是第一次 所以目前看來它真的是比一般更新好方便 因為不用在那個origin的頁面等待 它會自動在背景下載 那下載好之後也可以直接套用 那它也不會影響任何的模組 對啊,這件事還蠻方便的 那對了,我突然想到 我們近期應該還會有一波聖誕節的更新 或新增一些裝飾物品 有那個食物的模型啦 還有那個圍裙的裝飾那一類的 所以我猜下次的SDX應該就是那些物品吧 不過當然也不確定啦 如果說那個檔案太大的話 就會以一般的更新來進行了 因為這個模擬視頻快遞是更新小規模的 好吧 那這個就是這次的免費更新內容 那希望這部影片對照的幫助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SIMS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一次啦 掰掰